1928年时 考古人以甲骨为线索 在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 挖起蚕蚕黄土 揭开了一个三千多年前 璀璨的王朝 英商王朝 自此 英虚考古发掘机位中断 宫殿 王陵 甲骨文 青铜器等的金石发现 确认英虚就是商王盘庚 千英后的都城 上代历史 由此成为姓史 中国的姓史 也因此向前推进了近千年 近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玉玲 接受中兴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阐释如何通过英虚考古 探寻中华文明的根脉 英虚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文献可考 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 商代晚期都城遗址 大概持续了250余年 经历了八代十二王 英虚占地面积约36平方公里 大致分为宫殿区 亡陵区 贵族居住区 手工业作坊区等 同时期的人口大概在14万 英虚考古对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史 有何影响 英虚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有什么样的贡献 其实这三点应该是比较核心的 就是摇篮的作用 人才培养的一个基地 这个在当时的情况下 有力地反击了文化 新来说的一个强有的一个证据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世界考古学理论与方法 也处于摸索阶段 如何把西方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 运用到中国考古实践之中 并进一步中国化 这是以李济 梁思勇 吴京鼎等 中国考古学家们 当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从西方学习考古学 或者人类学回来的 他们首先是把英虚 作为了中国考古学的主战场 他们学得了以后 能不能解决中国考古学的问题 这些都要在英虚加以解决 1928年 甲骨学家 古史学家董作斌居首开英虚发掘之功 虽关注到与甲骨办出的其他遗物 甲骨是首要目标 发掘方法不得要领 1929年 李济加入英虚考古发掘 虽有人类学背景 也未能严格采用地层学方法 但李济充分认识到 了解地层堆积 而不是砖挖东西的重要性 1931年 梁思勇来后 又把地层学往前进行了推进 梁思勇参加英虚发掘的时候 在后港这个区域 按照地层学进行发掘 他发现我们原来认为的 就发现的这个彩桃 是在后港是堆积市最底下的那一层 然后中间的这一层是上面 在山东发掘 山东龙山 成正牙发掘的那个魔光的黑桃 然后再往上一层呢 是我们英虚为代表的灰桃 所以彩桃黑桃和灰桃 这个连续跌压的地层关系 找到了 后港遗址的发掘 也就是中国考古学史上 著名的后港三叠层 即养韶文化层 龙山文化层 商文化层 由下而上的三层堆积 无可辩驳的证明了 中国的历史从史前到历史时期 中华文明一脉相承 有力反击了中国文化西来说 我们还是认为 中华文化是原生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在英虚就给解决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对于当时人的一个 文化学者的一个心理来说 是一个重塑自信 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 同时 英虚对世界考古学史 也有深远影响 早期在英虚考古发掘中 发现的亡灵 宫殿 以及跟甲骨文同时出土的 大量青铜器 很快引起西方学者高度关注 1932年 因英虚发掘的重要价值 当时的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 获得有汉学界诺贝尔奖 之称的法国儒联奖 在1935年的时候 我们英虚的文物呢 也和故宫文物一起 到英国去展览 在这个时候 逐渐逐渐 中国的考古学 以英虚为首的中国考古学 走入了 融入了世界考古学行列之中 自此 英虚与世界考古学的互动与交流 逐渐频繁起来 从初期的参观 到交流学习 再到开展一些前沿的 国际科研工作合作 2006年 英虚作为世界文化遗产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是英虚价值得到世界认可 英虚 出土了16万多片甲骨 试读1500多字 由它演变出来的汉字 迄今仍在为中国人使用 是活的文字 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 传承至今的载体 是中华儿女 共同的基因与纽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